大家好 今天是9月30日星期四 收市的時候 見到恆生指數若目都是24000左右 沒有什麼方向 現在來一個國慶內地黃金周長假期 對上一次中秋節我們都有一個長假期 相似之處就是A股無事北水暫停 不相似之處就是上一次外資不斷做淡 但今次我不猜的 為什麼 上一次其實在恆大違約的事件不斷發酵 當時所有內房物館 當然尤其是恆大系內股份是天天跌的 當然很大的借口給外資 趁著A股真空期北水真空期大股特股 為所欲為當時我講得很準 但今次你見到假期前 以前恆大系的股份不是叫你買 但你見到它是天天升的 還有你見到假期前 內房、物館、銀行等等 相關的所謂連鎖反應都是升的 換言之今次假期不是發酵報告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事 不過有值得喘息的空間 所以我預言今次長假期我們不做蛋 恆生指數24001是支持 24006是阻力 向上突破不是不可能 246企倒 看248和267 到時再看 市場氣氛中性偏穩一點 我建議大家繼續觀望 可以繼續做一些強勢的板塊部署 我仍然希望大家繼續 維持航運、汽車、新能源 不過等股份進一步抬頭 到時候才來買檔頭戲